那我前面要講一樣的話嗎 還是要講一樣 什麼 有疑問找醫師 好OK 你開始啦 還沒 等會讓我挑選 嗯 剪不好可以不要播嗎 有疑問找醫師 沒疑問找知識 歡迎收看凡真準老師 大家好 我是陳瑞峰醫師 今天想跟各位聊一個話題 我最近在小紅書上面 看到一個討論就是 關於網紅臉跟高級臉 那因為這個跟我自己 喜歡做的領域很有關係 所以我也稍微研究一下 到底什麼是網紅臉 什麼是高級臉 以我自己的認知 所謂的高級臉就是指 臉上的骨頭的角度 都還保留的 可能是顴骨 可能下骨角 可能鼻子比較挺 意思就是說看到了 他臉上原本的 有屬於這個人的特徵 都還在的 這種是屬於所謂的高級臉 比如說像舒淇 他就是屬於這種 臉上的這些線條骨感都還在 什麼是網紅臉 網紅臉一般指的就是 像現在很多人 很喜歡用IG 用Facebook 他們在拍自己的照片的時候 可能會把一些 讓自己的臉型 看起來比較額旦 比較刮的 然後把一些 本來原有的一些 一般人有的 比如下骨腳 或拳骨的角度 都看起來都是非常順的 那樣子 通稱為就是網紅臉 其實我記得在 我幾年前開始做的時候 很多人都喜歡拿一些 網紅臉型的照片 問我說 可不可以做的類似像這樣 比較多人喜歡的是 比較 額旦比較刮子的臉型 意思是說 他們比較不喜歡自己的 顴骨 不喜歡自己的下骨腳 那希望讓自己的臉 在照片上 看起來是很順 這是比較 大概幾年前 大家很流行這樣 那這幾年 慢慢的趨勢有點改變 我想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越多人發現 如果我把這些 臉部的特徵拿掉之後 照片上 反而會跟 其他人看起來類似 人的個性就是這樣 就當我發現 怎麼大家都跟我長得很像的時候 我反而想要去追求一個不一樣 所以這兩年 慢慢有另外一個趨勢 就是大家會開始說 有想要類似像一個 高級臉 所謂高級臉就是 我還是想要適度保留我的一些 臉上的一些角度 包括 尤其如果之前是太明顯太快 變得不好看了 我想把它稍微修實掉 不管是透過 Photoshop 補指 消股手術 我想把它修掉 可是他還是會強調說 我還是想保留一部分的下股角 我想保留這個 原本的一點點這個 眼眶補的感覺 因為我希望利用這樣的方式 讓我自己原有的特色 還是保留一些 那有說誰好誰不好嗎 其實我覺得沒有 那我這邊想要強調的是 不管是你想要透過 Photoshop化妝的方式 那你可以隨時的 按照自己的心情去改變 可是如果我們建議考慮 要用手術做一個永久的改變 我一般我都會跟我的病人講說 我們還是希望有一個 比較自然的一個臉型 我覺得這樣對於使用上 或者是你長期下來 你看習慣會比較好 我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當然也可以說 你現在想要一個 比較精緻 比較鵝蛋的臉 我幫你多削一點 過三五年 你真的會想要一個 我還是希望有些角 我們當然還是可以透過一些 比如說建一些人工骨的方式 再讓你回來一些 可是我們的軟組織 或我們的骨頭 並不是可以像我們這樣 今天想要往東 明天想要往西 我們可以這樣一直撥來撥去 長期下來一方面 修復能力一定會降低 疤痕一定會變多 手術的可預測性一定會越來越少 皮膚下垂的疾力會越來越高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對於病人本身其實不好的 一定會有人在想說 那醫生你到底是喜歡黃紅臉 還是高級臉 講心裡面的話是 其實我喜歡什麼 並不重要 當我幫病人做的時候 我都會問病人 你到底喜歡是哪一種 我會去評估說 這樣做適不適合你 那如果我覺得適合 我當然會幫你做 那如果我覺得不適合 其實我的立場 是我一般也不會改變 病人的想法 因為病人覺得有 絕對的權利 決定自己的理由 講什麼樣子 那我只是會建議病人再 多問一些醫生 因為如果我不是覺得很適合 另外一句話就是 我可能不是很擅長 把你做成那個樣子 那我就沒有資格 幫這個病人做手術 在另外一個方面 我覺得做這個臉型 最重要的就是符合個性 有時候有些病人 明明就是一個 聽起來就是講話很客氣 或者是很柔的人 那你的骨頭臉 讓人家感覺就是 非常陽剛或者非常強勢 雖然你喜歡這樣的臉型 可是我會覺得說 如果可以讓你的臉型 配合你的個性 那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本身是一個 比較在每個地方 都是想要做領導的 像KOL 你可能也不要讓自己 看起來是完全沒有角度 或者是完全像別人一樣 因為這樣子 反而無法凸顯 你在這個領域的 柔術地位 一個臉型最好的狀況就是 能夠符合自己內型的反應 那我覺得那就是最好的 那今天我就跟各位聊到這裡了 以後大家應該就不會再看到我了 那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記得訂閱加 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有任何的疑問 或者有任何的感想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會再回覆 那也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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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